哈喽大家好,我是乌一场Alessia Gatti 好久不见,你们也没有想我呀 我最近过得特别的浮躁 停掉了所有的直播和所有的视频 想专心的做淘宝店 然后淘宝搞了两天又觉得挺没趣的 想起之前又想做音乐 然后前段时间想开一个画廊在意大利 不过想来想去还是想做纹身 最近又被一个店铺打乱了思绪 在想到底是开画廊还是做纹身呢 后来又想到只有做纹身我才会不遗憾 不然这一生都在不停的折腾 所以我最近很浮躁 什么都没开始也什么都还没做好 也许是因为我停掉了直播 然后在家里也没有跟人过多的交流 可能情绪有点抑郁 再加上想要的东西太多 想做的东西太多 想法太多 就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 又担心自己什么都做不好 就是一会儿对自己特别有信心 一会儿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 从而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我想先做好手头上的事情吧 手头上什么事情 先开那个店可不可以租下来 然后再说吧 反而你想做的事情你没有去做 你给自己安排的事情没有去做 反而还会觉得有点内疚 我应该会很快的调整自己的思绪 没关系 人生那么长 来日方长慢慢来 不过关于断舍离的视频 我应该不会再过多的做了 因为断舍离的东西就只有那么点 嗯 说多了也是废话 说来说去都是那些东西 所以我不打算再做关于断舍离的内容了 可能偶尔会做一下 不过不多 更重要的是画画和 哇我也不知道 再说吧 嗯 随缘发片吧 然后 嗯 不想对自己要求那么多 也不想 啊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 算了 当我没讲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希望你们喜欢我画的这个小麻雀 嗯 这是我第一次在宣纸上尝试画 画这种花鸟的这种 我也还在慢慢的学习当中 嗯 那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